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解读名画 今天我们解读樊高在阿尔的房子这幅名画 我们看这幅樊高在阿尔房子的这幅画呢 我们发现除了必要的桌仪还有木床之外 这幅画里面最多的装饰屏就是墙上的几幅画 一二三四五六六幅画 以及桌子上必要的杯子水壶等等 所以呢樊高的生活也是很简单的 他对生活物质的要求并没有特别的高 如果我没跟你说这是樊高在阿尔的房子 那这幅画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看到这幅画会看到宁静 平和欢快的氛围 但如果你了解樊高的一生 他的性格比较忧郁 那有些人可能会受到影响 就不认为这幅画给他是欢快平和的感觉了 不论如何呢 在樊高的画里面 他最喜欢用的两种颜色 一种是黄色 还有一种是蓝色 你看他诸多的作品 这两种颜色出现是最多的 那这幅画呢我们看到啊两张椅子 然后呢对着笨重的木床 你看这木床非常的笨重啊 其实桌仪都一样是有点笨重的都是木质的 其就奇怪啊 这椅子啊把把这个门啊 这一扇门给挡住了 这是不是代表也反映出樊高的性格呢 他通常是比较自我封闭一些的 他的性格是内向型的 那是不是可以从他的画里面 画作里面可以反映出来呢 好了那这幅画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思索 最起码有一个要点 就是樊高对物质生活的要求 并不是太在乎 那当然对物质的生活不是太在乎也是好 但是有时候物质 某些的物质对我们的心情也有调节的作用 所以也不一定我们追求清高 要拒绝物质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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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